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非常喜欢戏剧 我那个时候呢第一次试戏的剧本我现在还记得 我试的是一段那个俄罗斯的剧作家的一段关于社会批判的戏 他讲的就是青少年对于其他人的社会上的人的不信任 以及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动荡 当时试戏需要表达出的感情都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感染到我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喜欢戏剧 戏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因为在戏剧当中所有的目前的演员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 都是想能够在最后给观众献上最好的演出 所以当我们在准备过程当中 每天都会有长达甚至两到五六个小时不等的排练 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互相合作 然后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并且时间久了之后会发现 所以演员之间都会产生很深厚的感情 演员之间的意义是一个合作者的感情 为人们能够联合一起 分享一些美好的故事 在最終的日子,走開感受到思考 和感受的抱怨 你好,我名字是Linh 我愛歌曲 因為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歌曲 和解釋自己的歌曲 因為我在CG方面 主要是舞台設計 所以CG相當於是給我意義 結合大家的合作 與意見同時 表現與表達自己的意義 戲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最大的愛好之一 也是我認為一個修煉自我的事情吧 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在小時候會喜歡 就是說去帶入自己的一些想像裡面去演一些戲 其實每個人天生都有模仿的能力 而這個能力如果被激發 我就認為是一個特別好的一個潛能 因為它在以後的社交能力上是非常有用的一個領域 See, theater is about this amazing, incredibl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I think that's th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 why I'm so passionate about theater Okay The best part about theater, I think, is the fact that anyone can be a part of it It's just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I don't think you can get that that feeling from anything else That's pretty much it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m so passionate and I'm so passionate about it So I don't think I made this 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